欢迎回到新台湾新光大道 马总统这一次参加的 萨尔瓦多总统的就职典礼上面 这个典礼的司仪 介绍马总统的时间非常的长 而且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中华民国不反对 友邦也跟中国大陆进行经贸交流 这在过去来讲是相当少见的 所以萨尔瓦多的媒体 萨尔瓦多甚至在就职典礼上面的 总统背景介绍都提到这一点 在马总统进场的时候 负责转播的萨尔瓦多 第十频道的司仪 介绍马总统说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以前坚持萨尔瓦多 不能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关系 但是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 已经同意 萨国与大陆发展经贸关系 司仪并特别提及 ROC in Taiwan 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讲这个段话是讲了三次 那这是司仪介绍马总统的时间 相当的长 比其他国家的元首都要长 那马总统在接受 这个当地媒体的访问也说 现在台海的关系已经改善了 因此 萨国也可以不必在台湾 跟中国大陆之间选边站 可以和台湾保持外交上的关系 同时跟大陆发展经贸的关系 必要的时候 台湾也可以提供 萨国资讯的协助 就协助萨尔瓦多去跟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 那这个当地的媒体也报道说 马总统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 如果萨国要跟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 对中华民国并无不便之处 那引用马总统的谈话说 假如萨国要跟任何国家发展经贸关系 很明显的我们都不会反对 当然这也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那这个跟过去的 跟邦交国之间的关系是不太一样的 以前是这个汉贼不两立 跟我这个邦交跟我结交之后 你就绝对不能跟中国大陆有任何的关系 因此在外交上面是非常的剑拔弩张 外交修兵之后 有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转变 这个健不健康 王家 我觉得这也不能用健不健康 我觉得经贸无国界的一个 全球单一市场的时代 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 进行平等互惠的经贸交流 那形成相对优势 我觉得这也不是用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 或是说单边的外交关系 可以去限缩的 那我想这些跟中华民国 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过去来讲也并不是说 他们就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任何的经贸关系 只不过这是从马总统的嘴巴里面 说出来说他不反对 我觉得与其说他不反对 他只不过是事后去追认 一个继承的事实 那我觉得他去追认一个继承的事实 我觉得还是回归到说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一中各表的这个架构之下 大家保障好到点 我的朋友也可以做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当然也可以来跟我的朋友 我觉得还是在这样一个基调上面 我会比较从这边去做解读 那这次他到那边去一直强调说 ROC in Taiwan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我觉得这个也已经变成 跟我们有正式邦交国的一种 称呼我们国家的一种通理 照讲他只要说中华民国就好了 为什么特别他在讲说在台湾 他还不小心讲错 讲三次台湾共和国 应该不会是不小心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清楚 把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名称都送给我们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外交体系 跟这些正式的友邦之间 已经形成一种定性关系 就是说我们是中华民国 但是他更特别强调说 在地理位置上 或是在主权范围上这个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重的一种交叠之后 会更形成一个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世界独特性 这是我的看法 不过就是说马总统这个宣布 在萨尔瓦多是说叫做马英九总统已经同意 就是说萨尔瓦多在跟中国道路要进行经贸交流 这件事情需要台湾的这个同意吗 那台湾已经同意这件事情了 是不是代表所谓的政经分离的模式 不只在台湾用 在友邦上面也用 我看了这次新闻 我没啥啥 真的没啥啥 这个同意有没有犯例错误啊 我跟你讲 人家跟北京的经贸关系 难道 为什么要经过我们同意 能够我们同意吗 而且我觉得我们能够阻挡得了吗 我甚至怀疑说 这个萨尔瓦多跟中国难道没有经贸关系吗 我觉得是马英九刻意用这个场合 来界定所谓我们外交修兵以后 这些我们的邦交国 如何在北京跟台北之间如何自处 因为现在真的是有点麻烦的 因为这些小国以前是开口要很多东西 那现在马英九界定说 这个修兵以后呢 我只给钓鱼杆 不给鱼 叫给鱼也不给很多 也不给大鱼 而且这鱼呢 我还要一批一批给 要切成一块一块给 你做到哪里我给哪一块 鱼买来鱼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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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次给 因为你一次给你会放到你自己口袋 所以这些政客 这些政客已经受不了 你这样有没有污蔑友邦的嫌疑 没关系啊 他们又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我又没有讲西班牙话 对不对 那 他们没有在看 我没有伟大到 我会把我的话传给他们 我又没有部落格 所以我认为这些小国受不了 这些政客受不了 所以其中已经有两三个国家 跑到北京说我们不要台湾了 我们要跟你建家 北京说不要 这个不要也很奇怪的现象 天下 他说已经外交修兵了 你回去吧 这修兵是什么 不是这种修法 我跟你讲 大家刚刚才讲过 中国跟美国是G2 G2之一 哪有一个小国要去跟G2之一 你说我要跟你建家 你说不不不 重来重来重来 我不要 你去继续跟台湾维持邦交关系 这讲起来是讲不通的 怎么讲都讲不通 讲不通 他就是维持我们海峡两岸 等一下刘大哥会讲给他 好了 我没有 我要自己的嘴 先讲 这个就是要维持我们海峡两岸 现在目前合法以后的特殊关系 这些小国因为过去 已经成型了 已经习惯了 所以他继续做我们的window dressing 在他们堂上桌窗里面 在摆风看就对了 这十几个小公摆在那里面 我们是真心交往好不好 摆件 摆件本的就对了 那这些小国真的现在 以前他们左右逢源 现在刚好很丟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很奇怪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钱都不给 因为我们还有秘密外交预算 我们继续给 帮忙他们水 种稻 变成主要水稻输出国这些一类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会满意 所以我认为马英九不但说你们 鼓励你们 应该是鼓励你们 继续跟中国维持经贸关系 应该还要再补一句 如果我事实上我还要补一句 我认为如果北京给你们援助 经贸援助的话 台湾乐观其成 他们可以什么都拿 也减轻我们的负担 他们如果够减在北京都拿 北京都没有给你护照 所以外交关系 政治关系我们继续有 那北京也帮一点忙嘛 如果这些人胃口大到这样大的话 帮忙喂一喂有什么不好呢 我觉得应该鼓励他们 北京人这么好 现在北京 你不想北京对马英九有多好 这个我觉得我现在这样的建议 如果中文还有听到的话 他们会说 沈大佬有创意 真的 就是说政治上面跟台湾建交 经济上面你要跟中国怎么交往 或是要接受什么援助 通通都可以 这个在逻辑上面讲得通吗 用RO吸引台湾来称呼我们的国家 我认为是一个合乎事实的描述 因为毕竟叫做中华民国 还是在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 非常大的一个模糊 或一个很多历史因素 包括一个灰色地带 RO吸中华民国 对这块读解来说 它就是政府的名称嘛 我们对那是个正统 一个法统 Legitimacy 但是对很多台独人士来说 也可以接受啊 因为中华民国就借壳上市嘛 就你也看我上市啊 那台湾也是个事实 所以用国际法的术语说 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是一个事实的独立 而不是法理的独立 还没有法理独立 那至于马总统在 这国外场合说 乐见于这些国家 跟中国大陆或北京政府 有一个很好的经贸 我这也很好啊 我认为这种叙述是可以接受嘛 就是一个风范嘛 就我自己台湾有信心嘛 我不怕你们交往嘛 我想这个讲也是 我认为很得体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全球经贸体系 不要忘了 台湾跟全世界两个最重要的国家 美国跟中国 都有那么大量的经贸往来 事实上我们都需要 各种互补措施了 我想起那个联花科的那个 山寨机的这个制造者 蔡明介这样说啊 他说今日山寨明日主流啦 不只应用在山寨机 其实在国家也一样 台湾今天也许就是整个社会 好我吸引台湾还是一个山寨国啦 山寨版啦 山寨版 但是你还是要蓄势能量 你毕竟就像台湾的山寨机 行销全中国 事实上就有所知 像巴西印度都开始打进去了 像印度也开始了 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就是说啊 不管在经济上的措施 国家 我们怎么变山寨版呢 那是此时嘛 尤其是 事实上 我们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互动越来越重要 有三个很大因素 中国目前在全球经贸市场的外汇 外汇存敌 第二 他 基础建设所进行的国际表 各国争相进去 我们要不要进去 第三就是他那么大的内需市场 我们要不要进去 就像我说山寨机的例子 那台湾的优势是刚好可以切合 所以这一天 韩国人说什么 Chaiwan Chaiwan这个名词出现 就是台湾有我们的文化创意 创意 创意中心 像工营院的研发 或者是上我们的很多媒体 媒体的资讯业 第三是我们的集资能力 集资能力 包括管理能力 这般的优势 加上目前中国大陆目前三个契机 事实上有互补的作用 当然在政治上 双方还是个准敌对状态 是有的 军备上还是有准敌对状态 并没有签署和平协定 但是这种经济的互补 是全世界蛮特殊的 这一点 我们要慢慢的构建我们的信心 来跟中国大陆交往 所以民进党 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中国政策或论述 我想我们应该乐观其成 我们希望向我们社会大众 更做更透明的解释 我想我们很乐见 我解释一下 要台湾同意怎么讲不通 跟大陆讲好就讲得通了 台湾跟大陆 跟中共 甚至美国 三边 两个大人 要我们跟他们讲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是G3 讲好就讲得通了 去跟大陆讲 我们跟你发展经济关系 大陆说不行啊 你去问台湾啊 你说万一给我发展经济关系 他要跟你断交怎么办 所以要台湾同意 如果大陆要对方要台湾同意 就可以就讲得通了 所以台湾老师说 你说沈大老讲的中华民国 是什么内战的 名称是内战的延续 那篇文章我看了 我看得懂 但是有些人是看不懂的 那这个名称呢 他为什么广播要介绍那么多名称 这广播也介绍中华民国 希拉瑞也听到了 那是外管奴隶的结果 我们要肯定 希拉瑞有听到 司宜在念的时候 因为甚至他们的外交人员 都搞不清楚 什么时候要用中华民国 什么时候要用台湾 什么时候要用中华民国在台湾 都搞不清楚 介绍说这个是中华民国总统 大家听不清楚 哦 这个是台湾哪里的中华民国总统 大家还搞不清楚 台湾总统 那你就总算搞清楚了 就是这样子嘛 很简单 就是名字是要让你搞清楚的 那我们每天陷在这个名字上打断 是毫无意义的 台湾本身老实说 没有什么外交不外交 台湾的外交坦白 只有大陆跟美国 所以只跟G2交往 其他都是他刚刚讲的 健本 健本 这个对啦 如同各位前辈讲说 反对有用吗 反对没有用 所以我们自己就跟 中国有这么多的经贸往来 所以你说有邦说 我可以跟他游往来 我们游外交关系 但是你不能跟中国做生意 有但是也是他说要经过我们同意 对 所以刚刚沈亿说自己这个翻译有问题 如果是讲中文的话 那中文有问题 你自己就你跟人家说 你不能去 你要去真正要我同意 这个讲不通的 不会存在的 这个 我觉得如果2012有选举的话 有总统大选的话 当然有啊 那是你说的 我也希望有 我也希望有 就是说 你从马英九去出发 我们对这样的言论 是的 对这样的言论 我们表示抗议 我们觉得是有的啊 这个里头有很多的意涵 你知道吗 这个很严重 表示抗议 不是我发明的 有心人士可以解读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就是政经分离 跟他的外交这些东西 大家就不接受嘛 因为马在还没当总统 他用讲的嘛 他现在用做的 那大家接受嘛 那2012可以做个选择啦 刚刚沈医师 这个部分 他有一个部分 我是赞同的 就是说 那对马英九 为什么中国对马英九这么好 不通嘛 因为外交修兵 是马总统讲的嘛 可是你看中国的状况 如果刚刚沈医师的分析 是对的话 那中国也修兵啊 我们的邦交国说 我跟你建交好不好 你帮助我一点好不好 中国我不要 你继续跟台湾做 做这个邦交国 我不要你 合理吗 如果这样推断就是 我们外交修兵 中国也跟着修兵啊 那我问一下 那刚刚 那讲好的是什么 不然我们就被攻打啦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那讲好的是什么 谁去 谁去讲了 讲了什么 不知道啊 那到底 修兵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 就因为这东西你们 我们都不能 不能获得充分的资讯 因为就是什么 外交啊 两岸啊什么 总统决定啊 谁去谈 为什么这一次这个苏琪 人家这个不是有媒体报道说 跑到华盛顿什么 他又否认啊 我秘史是谁 跟中国的秘史是谁 跟美国的秘史是谁 不知道嘛 那我们在这种 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 我们要做 判断跟评论其实有点困难了 但是谈好了 这个我是同意的 因为一定说好嘛 我不忘你年纪不忘我的 这个在民主国家是 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这种状况吗 其实这是不应该啦 但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不正常国家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说好就好啊 两个G都讲好了 你是插什么 我们不是三个G啦 刚刚主持人讲那个三G 我们是什么G 三G啊 他们是两个大G 我们是 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 平起平坐的情况之下 跟那两个大人讲好了 这个我是有点保留的 伯伯伟刚才说 就是中国大陆 为什么要对马总统这么好 其实从今天 他说的 其实从今天这个看起来 美国的国务卿希拉瑞 也对马总统还不错啊 就是说 马总统在上任之后 处理美中台这个关系 到现在为止 看起来把两边 这个G2的两边 都按捺的蛮好 都处理的蛮好的 在国际场合看到了 那在两岸关系 或者是在外交 修不修兵这件事情 好像也看到这个成果啊 很简单嘛 讲信用嘛 不惹麻烦嘛 不就解决了嘛 马英九讲信用 大家讲好就要这样做 不惹麻烦 不会为了吃翁头 到处给你惹麻烦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人大人大人相对 这个小孩子 我叫他去买糖果 不会跑去给你买冰淇淋 就这样啊 就新任他 所以我们就是大人 这个看管的那个小孩就是 我们要差不多最新的讯息 疾管局刚刚又公布了 台湾新增加的 H1N1的流感病例 这一例是境外移入 那目前全台湾累计到 现在是有14个病例 最新的个案是8岁的小男童 5月31号刚刚从美国回到台湾 我们先进广告 楓派新增加尽